Agnus 我要考考你 一個路人的手機被人搶了 那個匪徒就走進便利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警方是否需要搜令才能夠作出拘捕呢? 不用了 如果他要搜令,賊都走了 你說得對 警方有權進入任何一個地方作出拘捕 若有一個可與逮捕的人物 走進任何地方 若警方不作出拘捕行為 令疑犯有機會潛逃 警方有權向處所管理人 要求進入處所進行拘捕 問一下你,Agnus 如果疑犯進入一間便利店 好了,看鋪的那個人關門 不讓我們警察進入 你猜他有沒有法律的後果呢? 他阻礙警察拘捕人 應該是阻差辦公 俗稱阻差辦公這案控罪 看鋪者看來就有足夠證據 可以作出起訴 這個看鋪者若果在警方要求之下 而仍然拒絕警方進入處所的話 有可能令疑犯會逃走的話 警方可以按照警隊條例 採取一些比較上極端的行動 包括破門移入 而進行拘捕和搜查處所 反修例風波期間 見過一些商場保安 住宅大廈的保安或示威者等等 他們試圖去阻止警方進入處所 原來他們有可能要承擔一些法律後果 我相信你當然是說 2019年7月 反修例風波期間 警方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 執法的情景 當日有網民在網上呼籲人 去遊行示威 去到大約6時 其實整個沙田都被示威人士癱瘓 交通都癱瘓 隨時不通 四周圍都 開始有人向警察訂雜物 直至晚上9時 警察決定清場 於是用三面包叉 亦有很多人進入新城市廣場 於是警察進入新城市廣場 但是當時遇到有些保安阻撓 經過一番解釋 然後才可以進入去執法 當時警察進入後 就開始驅散人群 遇到很大的阻力 他們不斷扔東西 又頭盔又雨傘 在這個驅散的過程之中 其實有很多警員和示威人士都有受傷 尤其是嚴重的 就是有三名警務人員 是有骨折 其中一個 那個指頭是被人咬斷了 但是幸好 最後整件事 去到接近深夜的時候 都能夠解決了 尹 Sir說到新城市廣場那件事件 由於當時的環境 是涉及到一班暴徒 進行一些非法集結 或者暴動的行為 警方就可以按照 公安條例裏面的第33條 無需搜令進入商場 然後作出拘捕 又或者作出截查等等 當有人在任何地方涉嫌 是干犯刑事罪行 或者是破壞社會安寧的 警方都有權 可以進入相關的地點 採取適當的行動 防止社會安寧被破壞 這些是警察的天職 發現罪案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去執法 不要人云亦云 認清事實是最重要的 從維護治安的角度 警方可以進入校園 商場、屋苑 或者是任何的地方 去防止罪案和執法 大家就不要再糾纏 在什麼是公眾地方 私人地方這些字眼 在香港沒有一個地方 是法外之地